覺得很諷刺嗎 雙標叫做言以綠人寬以待己 民眾黨的雙標叫寬以待己 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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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以綠人 我們節目沒有壞掉 講圖利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講圖利他們就說 那怎麼不超私雞蛋拿出來講 超私雞蛋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拿出來講 可以拿出來講啊 超私雞蛋是什麼情況 是大家在說沒有雞蛋的時候 是全台灣人在搖八叉說 我早餐店吃不到雞蛋 政府再不生雞蛋給我 翻了這個政府 有沒有 然後疫苗是什麼情況 所以政府再不給我疫苗 疫苗翻了 我要把政府翻了 所以那個時候是 台灣人都想要有疫苗 所以我們生了一個疫苗的管道 台灣人都想要有雞蛋吃 我們生了一個雞蛋吃 來我現在問你 台北人有需要精華層嗎 台北人有搖八叉說 不給我精華層 台北市政府燒掉 沒有嘛 這怎麼一概而論 怎麼一概而論 民眾黨每次在鬼扯這種雙標的時候 我都覺得你知道我們政論 你要說我是名嘴 我是什麼專家學者立運顧問 臉上貼金隨便你 我們坐在這邊講話 是要負責任的 我們在這邊講話 是要有消息 背景邏輯 要讀資料 不是你們在網路上 如果網路上的那些網紅的話 可以信 世界毀滅一百多次了 因為每天都在明天世界末日 每天都在外星人掉到地上 那些人你們怎麼 你就寧願信網路的消息 我們在這裡講要負責任的講 這一些收入要爆帳的 我們什麼時候出場 什麼時候這個說話 這個都是有留言紀錄的 還有監督單位 我每一次在講民眾黨的資者 講得很生氣是這樣 每次在講別人錯的時候都跟著你中 然後等到真的要問你民眾黨的事情 跟你講金流有問題你都不講 跟你講這種貸款的方式有問題 你都當作沒看到 跟你講金華城都城會有十八次 硬把金華城推出去 然後你都當作不聽 整個民眾黨的支持者 自許科學 理性 物實 搞到只有柯文哲 李文忠 然後所有東西都物質 搞什麼東西你們 一點正常的邏輯都沒有 你知道沈慶慶看到柯文哲 逃出語言 慶功宴 慰勞攤都好 他看到柯文哲他會講什麼 真正好 看到柯文哲就看到夜市 沒有錯 他會先開始唱聖歌 他們晚上說在陶珠語言唱歌唱什麼歌 如果沒有遇見你 金華城會在哪裡 陶珠語言怎麼樣 雨果時常要珍惜 全部都在柯文哲 你有夠厲害 沈慶慶看到你 我覺得看他阿蘇媽祖 我跟你講 如果什麼叫做政治攻防 我們問 然後民眾黨一字排開來回答 那回答的對 然後我們就沒話講 不是你的標籤貼不上 民眾黨左閃右躲 整對變成躲避球黨 然後大家都在閃 然後結果陳佩琪出來 要公開透明正面回擊的時候 找特定媒體關在小房間裡面講 這個叫公開透明 你的公開透明都跟人不一樣 然後政治現金大家都說要公開透明 你民眾黨說得透明都跟人不一樣 拜託給我今天不是為了 柯文哲 黃國昌 民眾黨什麼話歌的 我們今天再講一個 你要超越藍綠 不然你就不要講超越藍綠 我們就低於藍綠 我們不要超越藍綠 我們就紅豆藍綠 然後我就你很紅豆 你紅豆之後很漂亮 可是不是嘛 你說的跟做的是兩個標準 兩個標準嘛 所以民眾黨 黃國昌不要再嗷了好不好 像Be a man do the right thing 這個事情真的是我們可以繼續追蹤非常久的時間 尤其是什麼 後來才發現大家去想想看 那個便當會是在什麼時間 2020年的3月10號對不對 這整個凱西加油門催速的時候 大家去回想一下 2020年發生什麼事 2020年的3月我本來訂了要去日本玩 要去賞音 沒辦法去 為什麼 因為疫情來了 在疫情期間大家都就是關注的是 我們要怎麼守護家園 但是彼此不要生病 然後你出國回來還要隔離14天 是那樣一個情境 結果柯文哲在幹嘛 柯文哲是跟財團在那裡手牽手 我在想我們要用第24條 怎麼樣幫你路過去 我們要怎麼樣幫你移居城市 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再多給你幾%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雙標叫做言以綠人寬以待己 民眾黨的雙標叫寬以待己 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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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以綠人 我們節目沒有壞掉 講圖利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講圖利他們就說 那怎麼不超私雞蛋拿出來講 超私雞蛋為什麼不能拿出來講 可以拿出來講啊 超私雞蛋是什麼情況 是大家在說沒有雞蛋的時候 是全台灣人在搖八叉說 我早餐店吃不到雞蛋 政府再不生雞蛋給我 翻了這個政府 有沒有 然後疫苗是什麼情況 所以政府再不給我疫苗 疫苗翻了 我要把政府翻了 所以那個時候是台灣人都想要有疫苗 所以我們生了一個疫苗的管道 台灣人都想要有雞蛋吃 我們生了一個雞蛋吃 來我現在問你 台北人有需要精華層嗎 台北人有搖八叉說不給我精華層 台北市政府燒掉 沒有嘛 這怎麼一概而論 怎麼一概而論 民眾黨每次在鬼扯這種雙標的時候 我都覺得你知道我們政論 你要說我是名嘴 我是什麼專家學者利運顧問 臉上貼金隨便你 我們坐在這邊講話是要負責任的 我們在這邊講話是要有消息 背景邏輯要讀資料 不是你們在網路上 如果網路上的那些網紅的話可以信 世界毀滅一百多次了 因為每天都在明天世界末日 每天都在外星人掉到地上 那些人你們怎麼 你就寧願信網路的消息 我們在這裡講要負責任的講 這一些收入要暴障的 我們什麼時候出場 什麼時候這個說話 這個都是有留言紀錄的 還有這個監督單位 我每一次在講民眾黨的資者 講得很生氣是這樣 每次在講別人錯的時候 都只在中 然後等到真的要問你民眾黨的事情 跟你講金流有問題你都不講 跟你講這種貸款的方式有問題 你都當作沒看到 跟你講金華城都城會有十八次 口袖含咬十八年 硬把金華城推出去 然後你都當作不聽 整個民眾黨的支持者 自許科學理性物質 搞到只有科文哲理文中 然後所有東西都物質 搞什麼東西啊你們 一點正常的邏輯都沒有 今天選政府是要給你管理國家 你看台灣民進黨 台灣國民黨那個都沒有關係 但問題是你要有一組人馬 可以來治理嘛 治理出超越藍綠的假帳 治理出超越藍綠的現金金流 然後治理出 全部的人都不會款 跑去現金捐青莊總部 你是在說三 Flower 沒有業配 三Flower是一間廠商 所以你可以想像 整個審慶金 整個審慶金他在推動他的 我都還不要講什麼武大 什麼南港 什麼新光北四科 台資光那些 光審慶金 你知道審慶金 看到柯文哲 逃珠語言慶功宴 慰勞灘多好 他看到柯文哲 他會講什麼 他們晚上說 在陶珠語言唱歌唱什麼 如果沒有遇見你 金花春花在哪裡 陶珠語言怎麼樣 如果時常要珍惜 全包容你柯文哲 你有夠厲害 神經經看到你 我就會看牙梳馬祖開始針 所以不是我們這邊 講故事或幹嘛的是 你要想一件事 剛剛這個都委會 這個十八條 這個十八條罪狀 不要講什麼 宋政賣 是宋處理的你 或是幹嘛的 我給你講一件事 都委會在2015到2024 整整十年期間 有四十件都委會審理爛子 只有一件私人財團 就是這一件 我再講一次 小平議員在這邊 這說話都要負責任的 這一張建造裡面 有一個玄機 光這張建造要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不要說他後面蓋了多少 光這張建造二十萬 這裡有一個建造字號 第九九九九號 這個跟手機大哥大 車牌號碼一樣 這個要買的 真的 九九九九二十萬 沈慶慶剛剛在那邊講說 什麼外債六十億 什麼貸款 什麼挖哥老闆 母公司賣子公司 但是他會花這種錢 為了九九九九九 就去花這個錢 那你就很合理了 原來這個是沈慶慶捐的 以後看到九字尾的 都沈慶慶捐的 因為他喜歡這一組數字 買的買的買 要給錢的 要給建管處二十萬 沒有我在講金流 那個九九九九 因為有一個人很喜歡 九九九 合理懷疑 合理懷疑 滿合理的 這個不是瞎掰 你要看這個是頂月開發股 當然 就剛剛在講的那個負責人 叫朱雅虎 所以邏輯是這樣子 我們講這一些叫做有貧有趣 我跟你講 如果什麼叫做政治攻防 我們問 然後民眾黨一字排開來回答 那回答的對 然後我們就沒話講 不是你的標籤貼不上 民眾黨左閃右躲 整對變成躲避球黨 然後大家都在閃 然後結果陳佩琪出來 要公開透明 正面回擊的時候 找特定媒體關在小房間裡面講 這個叫公開透明 你的公開透明都跟人不一樣 然後政治現金大家都說要公開透明 你民眾黨公開透明都跟人不一樣 拜託 我今天不是為了柯文哲 黃國昌 民眾黨什麼話歌的 我們今天再講一個 你要超越藍綠 不然你就不要講超越藍綠 我們就低於藍綠 我們不要over藍綠 我們就紅得藍綠 然後我就 你做紅得 你紅得了很漂亮 可是不是 你說的跟做的是兩面標 這個兩個標準 所以民眾黨 黃國昌不要再拗了好不好 像Be a man do the right sea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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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